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的力气 没出事 但我知道 陈胜吴光起义之后 天下已经打乱了 我们那个城的太守叫阴通 不但昏迈无能 就胆小怕事 他下令紧闭城了 那男民就在城外哀号 而且一天比一天多起来 今天晚上 在城堂上 看后面的逃难大军断断续续的来到 明天一起来 再看 已经看不到头了 这个时候 我的叔父跟我说 几十日的时候 到了 我敢不敢 不敢 我说 我早就等不及了 他前又说 还得等几天 炒备 炒备 我不耐烦 就一个人起来马了 炒了枪 炒了 你 你去什么啊 自然学去杀阴通 周梵手 它的兵位太多 要抢城市 现在先谋划 粮寿香港出塑 这他有多少卫兵 大约几百吧 这都杀了 强开 别老掐嘴心 我也没杀多少 大部分都跑翻 我来到了太守附近 见府门洞开 我直接起码就走进去了 却不见了阴通 只有一个副官在操练 我用枪 磕打了一下府门 还没得说 就见两个婆子 拿着毒鼻子 在抵打着一个女孩 从花园深处跑出来 那女孩穿着舞衣 全身都是五岁 你跑起来 颠登 真好看 是嫂子 向大哥 嫂子干嘛被人追打呀 阿语 阿语 那是阴通从小买来的 先是做了丫鬟 后来 见他灵灵 又叫他学做了歌迹 阿语是六岁 阴通 起了阴心 阿语不从 于是就有了那一幕 我永远 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见他的样子 虽然满脸都是血痕 可他还是带着不在乎的笑 好像后面追查的就是两只小猫 小狗 阿语马上要跑出内华园的门 两个卫兵就用唱歌插出了原子的门口 阿语爬在了原子的口上 忽然他看见了我 一冷之下 然后他的视线就 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脸庞 跟凭两个婆子在他的身后 怎样的扣打他 他还是那样的笑啊 啊 难道这鱼姬是若质而同 哎 鱼哥 你当年帅带了 当年 二十四岁 切记放纲 穿着一身春天的盔甲 星红的大肠 披赛的马背上 那后来呢 啊呀 阿语是那样的忘卒 我却没有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我又用枪磕挞了这大门了 这才过来了四个小兵 我只是这么轻轻的 一划枪杆 他们的脑袋就碎了 皮拉拉的落泥地 剪在我马铃和一只靴子上 都是鞋和脑枪子 他们顿时打乱 那两个婆子 跟随过不上阿语 像杀猪似的 好巧地往里边跑 我想也没想 就把大枪扔出去了 那枪把一个婆子穿在了地下 蹭的一声 扎进地里好长的一声 哼 那个婆子 只死还在手跑脚蹬着 保持着逃命的姿势 啊 不是 你前面还有好几百的敌人呢 就先把枪给扔出去了 那另一个婆子呢 另一个婆子 眼睁睁地看着从外 被钉在地上还在睁挡 一灯眼 吓死了 后来 我在众人的面前 一直在提自己辩护 说扔枪 那是把那两个婆子 回去报信给阴通 可是我骗不了自己 我是恨他们啊 我恨他们欺负我的阿玉 走 那嫂子呢 现在这场面还不给吓坏了 毕竟是女孩子啊 哈哈哈哈 阿玉她一点都不害怕 我练杀那四个小兵 她没什么反应 跟我枪杀了婆子 那枪就从她的脸庞击射而去 她这才我这嘴 惊讶地看着我 哎呀那个表情就像是一个小孩子 看见大人惊而欲举的 做到了他做不到的事情 啊 既有羡慕好奇 又有兴奋和开心呢 我举手指尖 杀了好几个人 阴通的卫兵 立刻把我蹭蹭包围 我索性挑起了把位 用宝剑看上 眨眼吃惊 又杀了 吃几个 真是好汉的 我一边杀 一边往花园门口看 就见了她 她一在花园门口的墙壁上 把她的手 垫在她的下巴的下面 她笑隐隐地看着我 我有意无意地 朝那边杀 把她立魂 忽然 转身 跑走了 我的心里一阵吃落 杀人就更狠了 那些人的血 她就一股一股地 喷在了我的身上 最后 竟在我的袖口 散了一包啊 臭空 我往地下一倒 哗啦 不 宇哥 咱这 列曲若干字怎么样 少说两句这个 兄弟拼得点 反胃 就在此时 我听到了 阿姨的声音 喂 喂 说你呢 你过来 好好 开始我以为自己听错 我看到了几个人 再看 这件阿姨跑到了我的枪前 正在吭吱吱吱地往外拔 他见我在看到 他凋皮的 冲我眨了眨眼睛 快打出来了 我的心情大好 回去 又杀了几个 你那心情好也多杀几个 心情坏也多杀几个 这阴通的卫兵算是找了血没了 你们要知道 我那杆枪 送他百斤 这个阿姨才十六岁 他好不容易拔出了枪 就拔出了枪 没枪 这边挪呀 他挪呀 他挪到了一半休息的枪 然后一口气 把枪拖到了园子口 他又说 喂 喂 你过来啊 我几个肩步就跑过去了 阿姨 他枪扛在了 他那稚嫩的肩膀上 卫力地跟我说 哎 你又这个杀他们 我故意没有见 我笑了 我笑着问 喂 喂 什么 他等了我一眼 然后又欢喜地说 因为我喜欢看你使枪啊 说到这儿 这些项羽脸上 洋溢着无比幸福的表情 把坛子里的酒 是一口清干的 我单手拿过了枪 随便使这个枪花 把卫兵就扫到了一片 阿姨立刻欢喜无限地说 对对对 就是这样 那阴痛的卫兵 还从四面八方涌上了 我有些累了 就降低了身子 斜靠在墙上 脸 爱着他的脸 围着他 我把一只手枕在着脑后 另一只手拿枪 随便划着的那些小兵 在一枪之外的地方 他们的尸体是越对越高 这天的 就没成了一个圈 好 喝酒 好 好 好个忙 明明就是在耍枯泡美眉 老子要是有那么大的劲 老子比他还潇洒 老子是顺腔 我拿鱼脸 爱着脸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害怕我 他就笑着看我 他不说话 我就问他 你敢不敢杀人 他双手捧过了我的剑 端也端不起 他很认真地跟我说 现在我没力气 以后我就赶了 我喝喝大酒 我挺前站起 把那些外兵扫得一片木 我杀得够了 见那些当兵的 都站得远远地不敢上前 我就跟他们说 我要杀的是阴通 不干你们的事 问他们阴通在哪 他们不说 丢下兵器就跑 这个时候 我的叔父 听说我单枪匹马 闯在手口 领着人 敢来救助 这看来等事情尘埃落定 然后才带着大队人马 增援的先例 而是他开了先和 这阴通杀了没有 杀小五 你怎么就关心这问题 哎呦 墓地 你怎么不用脑子想想 那还能跑得了吗 到时候我想知道 后来你和嫂子是怎么在一起 哦 叔父带着人去后院追杀阴通 前面只剩下我和阿姨 我擦着枪上的血迹 一边盯着他看 他毫不畏缩地迎着我的布光 还是小金军的 然后我们同时对对方 出了一支火 下车 跟我走 帮我走 听完了项羽的故事 我们待了一会儿 张顺小心翼翼地问 项大哥 这嫂子 他现在 这嫂子现在是一个 什么也不记得的学生 你项大哥呀 买了这身衣服 就是要打本去牌 再去靠他 这个用帮忙吧 对啊 用帮忙 暂时不用了 我们已经有一个小组在操作了 什么时候嫂子和他妈都掉到水里边 轮到宇哥生死抉择了 你们就有用武之力了 对了 张顺 问你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 你妈和你老婆要是同时掉进了水里 你就哪一个呀 屁话你 好好的怎么掉水里呀 我说假如呢 当然就老娘了 我女人的水性好 那假如都不会水呢 那老子一手一个都给滴楼起来 不是 只能救一个 你这老巢打架你 快说快说 你要是回答上来这个问题啊 你就真正成为这个时代的男人了 帮你申请一个特殊贡献奖都没问题 转小二插嘴说 你要是我 我就救老娘 然后他捅捅阮小五 阮小五说 咱俩是婴娘啊 哎 你救就行了 抓你嫂子呀 好兄弟 对对对对 我也救老娘 让张顺救我的女人 真过分 你们都是哥俩哥俩了 啊 要是我们这样的独生子 那怎么办呀 回家 假如你们都不在一起 啊 而且是每个人都遇上了这种情况呢 那也是舅娘 那要是你们的女人这么问 你们也敢这么说 哎 还是古代的男人好啊 他们不怕女人伤心 而且我还忽略了一个事情 就是他们的女人 好像都不敢这么问 哎 语德 你怎么办 阿语肯定不会问这么无聊的问题 如果别的女人敢这么问 我一个巴掌就甩上去了 嘿 一个巴掌甩上去 嘿 这好像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可他并不适应于任何男人 嗯 男人千千万 五霸王有几费 哈哈哈哈 好来 连朱贵和杜欣都来了 他们一听 这就是项羽 果然是那头变败 分手的时候 张顺回头抱拳说 项哥哥 咱们兄弟大忙帮不上 但是有个马高振短的 尽管招职生 我们梁山之上 多的是盖世豪杰 但愿哥哥今后和他们多多的亲近 项哥 这是一帮历史上出名的土匪 不过人都不错 嗯 好 以后又用得着项脑的地方 也请不要客气 我们回到家以后 刘邦没在 秦始皇正在鼓的数码相机 只有李诗诗显得很清甜 在这包子看电视 不过他偷偷冲我做了个胜利的手势 看来收获不小 哎呦 你们回来了 哎呦 大哥 你这么打分起来挺有看头的嘛 这小媳妇一穿 更是老板似的 哎 哎对 哎语哥 以后啊 就说自己是连锁汤包店的老板 哎 语哥 机器怎么样了 没问题吗 好 明天啊 见到目标以后 尽量多拍 嗯 正面侧面背面的都要 哦 还有 跟目标接触的人 尤其是男的 一个也不能少 好 这时候李诗诗也找了个借口出来了 他把卧室的门关上 轻盈的跑过来 把钻在手里的纸条扔在桌子上 于速很快的说 张冰家住在旧区委大院 父母呢都在外地 爷爷是以前的副区长 现在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简称光工委 这是张冰的电话号码 但是我怕太冒昧了 还没有打 说着 他把那张纸打开了 里边有一个电话号码 李诗诗又回头看了一眼 匆忙的说 时间不多了 我建议详细事宜放在明天商量 那你那么急干什么呀 这时间有的事啊 哎呀包子姐他 哎小男小男快来 你找电话出来了 你怎么跟地下长着呢 包子又不反对宇哥的事 你怕他干什么呀 表嫂是不反对大个儿追张冰 可是你敢让他知道 这是霸王追鱼鸡吗 再说了 我还得去看一小片呢 去吧去吧 看你的拿什么弄死你 我的爱人去吧 好了包子姐我来了 哎那朱苏霖到底是谁杀的呀 喂 旧区委在哪里 来来来来 我呀给你画一地图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 在这儿 在这儿 这是他们的学校 而这儿呢 就是旧区委的宿舍楼 目标的爷爷 是退休副区长的话 他具体位置应该在中单元二三楼 哎哎 咱们去找 这是目标学校的学校门 荆轲把半导体捂在耳朵上 另一只手按在报纸上 冷冷地说 我要先知道 目标习惯走哪一个门 他的身边一般有多少人 这是我自打认识二傻以来 他表达最明确 最精炼的一句话 金柯雅 你不是想 去杀他吗 哎哎 柯子 这儿没你的事了 你可以去睡觉了 哦 那个以后啊 咱们还是管目标 叫张编好啊 我想知道 我们离他们家 到底有多远 中间隔着钢铁大街和民主路 一路上有两家电影院 和补下三家的咖啡馆 你可以啊 在送他回家的路上 瞬间请他看个电影啊 喝个咖啡 当然呢 呃 不能开现在的车啊 帮子给你弄车去了 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 这八成就有戏啊 看电影 喝咖啡 是啊 当然一开始还得先送花 和在白天约会 哦对了 宇哥啊 你得先学会发短线 明天啊 我就给你配布手机 哎呀 这些我都不会啊 有什么不会的啊 给女儿送花还不会啊 女人都喜欢花 哎 你不会是不敢吧 哎 我有什么不敢的 对啊 你你楚八王有什么可怕的 想想想当年你和嫂子啊 那种血色浪漫 在上百人的包围下 还能打轻骂跳 是不是 我宁愿再被几百人包围下 哼 得 这些我算是彻底看出来 我们的西楚霸王啊 确实是 窃场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ров preview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追we virg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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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